第621章新篇举教飞仙 你要出去一趟 赵青汉眼睛有神 对他太了解了 孩子才满一百天而已 他怎么会远行呢 我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神话因子 为两个孩子准备下 王轩笑着说道 知道他聪明 很多时候通过的他一眼一行便能猜测出一些事 不过现在 为安他的心 他只能以强大的原神审视自身 从表情到眼神 都做到位 没有破绽 当然 他完全可以精神暗示 用超凡手段让他相信 但他绝对不会将或新的术法用在家人身上 来看爸爸 他要为你们去找神话奇物 以后你们真的想踏上这样的路吗 赵青汉笑着抱起一个 王轩也抱起一个 亲了一口 然后有所感 该换纸尿裤了 第先的日常 每天抱娃 以大神通清理孩子留下的污渍 机械小熊拍照 记录日常 两个孩子眼睛很大 黑又亮 临别时 伸着小手摸王轩的脸 似乎真的知道他要远行 啊啊的叫着 飞船冲破云霄 没入外太空 不断加速 瞬间消失在黑暗的宇宙中 这次 王轩将逍遥周和生命池都留下 守护家里人 只带着遇到枪 他曾问第一质宝 在速度方面可比肩逍遥周吗 各有擅长 质宝都有专精的领域 那就是不如了 没有提前锁定的话 那就是追不上他了 王轩很直接的总结 我专注沙伐 好路不是我的风格 即便这样 也比他慢不了多少 遇到枪一向自信 再嘴硬这块 无人可比 他说自身的急速 都是沙伐之力带动起来的 是力量与速度的完美结合 欧拉星 王轩终于来了 早年就有过接触 在密地探险时 曾和欧拉 羽化和洛杉科 超凡星球的人对抗过 他在救途杀了一些精神体 也追杀到域外 打爆四艘飞船 都仔细搜魂了 知道了一些秘密 凶徒互通有无 知道他出手 击毙那些人后 本部的人必然撤走 不会等着他上门报复 王轩所发现的秘密 是从某位精神体内心 深处挖掘出来的 这个人有一次远行 在欧拉星落脚 意外发现这里有他们的高层 一群行走在灰色地带的人 保密措施十分到位 那个人若非旅行偶然惊觉 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重要据点 部分体验者中的杂碎 虽然行走在阳光下 却比堕落者更恶心 你们想当我儿女 配吗 王轩来了 下方 山穿地貌相当的不俗 颇为壮阔 有龙头形态的巨山 昂向云端 在神话时代 这是了不得的地方 也有冰原 常年冰寒刺骨 但是生机不绝 在矮矮白雪中 有本土特有的植物 冰蓝坦树 放眼望去 冰雪世界间 有大片的冰蓝色的森林 若是走进去 还能闻到他特有的檀香 叶片蓝的金银 王轩坐在飞船中 自己并没有出去 暂时由机械小熊主导 猛烈地开火 打穿冰原 看是否找对了地方 空偶 冰原塌陷 竟被发现了 弹掉那艘飞船 冰原下的基地中 有人下命令 才瞬间而已 他们就已经损失惨重 这里被他们经营数百年了 地下设施完善 从实验试到飞船基地等 应有尽有 结果发生大爆炸 下时间 能让光束冲天 交织着 打向天空中的那艘飞船 要将它歼灭 王轩走出飞船 没有再让机械小熊浪费能源 他手持两米长的玉道枪 催动出浓郁的红色物质 刹那 他施展出略微超出地先级的手段 挥动长枪 大片的红色烟霞扩散 化成一朵又一朵赤帘 扎根虚空中 而后花磊绽放 漫天都是 格外的耀眼 所有莲花都在荡漾液 一爆发无尽的光 向着冰川落去 不仅挡住能量光束 而且在释放宛若要面试般的力量 无数的花磅 恐怖的赤帘 宛若隐心语 呼啸着 从天而降 覆盖这片冰原 这么大的动静 自然惊动了欧拉辛一些门派 当年 这里是一颗神话星球 至今依旧是他们在主导 只是他们的道行都骤降了 九成九的修士轮为凡人 去空道连 有人吃惊的眺望 在这个年代了 还有人能施展这样大神通 震慑人心 这颗星球也不是纯修行的世界 也有科技 和超凡文明相结合 捕捉到了这里的画面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可以施展地先级跌法术的人 太可怕了 空偶 冰原中心的地带被烧融了 大面积的崩塌 毁灭 冰雪蒸干 冰蓝潭树化作飞灰 啊 地下传来惨叫声 是巨金王轩 他怎么找到了这里 有人又惊又怒 盯着天空中的飞船 居然没有提前发掘 空中 王轩化成一道光 和长枪合一 冲向崩塌的冰原 要找些火口 这里差不多被毁了 只有地下基地边缘区域 还有人残存 他那艘飞船 应该算是最前沿领域的舰船 没能提前发现 今天被他寻上门来了 开火 想办法干掉那艘飞船 将他困死在这颗星球上 有人叫嚷 东 树米厚的钢铁层 被一枪刺破 撕开了 那道身影直接就杀了进来 王轩原神发光 这片地下基地各种精密的电子器件都炸开了 它满身都是红色物质 在释放超凡辐射 毁掉这片地下基地的科技通讯器材等 与外界隔绝 接着 在扑扑声中 许多人悬浮到了半空中 而后炸开被那强大的元神松魂后瞬间死亡 虽然有些精神力超长 可以称得上较为特殊的人 但是 在这个时代和一个能杀养生主的人进行精神对抗 还是差远了 就更不要说 王轩持着至宝而来 杀气腾腾 瞬间的不加掩饰 战力爆表 压根就没有打算给他们活路 王轩横扫欧拉星这片冰原 很快将这里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体验者杀光 一个眉胜 同时 他在这里得西 星空中还有他们的其他基地 抓得一声 他冲上高空 进入飞船中 道走 希望还来得及 他们没有将消息发出去 当日 王轩进入何洛兴 这次更为直接 单人持长枪 从天外俯冲而下 目标是一座磅驳的大岳 这里景色宜人 草木丰盛 山体有灵性 和洛兴有名的修行门派 成仙教 验座落在这里 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体验者 化身为土著 经营此地 从来没有暴露过 整个道统都是他们的 果然 他们还没有得到消息 直到天空中出现奇景 明明是清晨 结果晚霞漫天 映照的天地都通红了 他们才警醒 天啊 那是一个人 神话腐朽了 还有地先级强者出世 冲着成仙教去了 远方有人震撼到师生惊呼 距今 王轩来了 成仙教中 许多人脸色煞白 开火 山门中 一名长老大吼道 撕掉古代衣服 下达命令 并冲向地下飞船基地 然而 一切都来不及了 王轩的原神之光先行俯冲到了 瞬间松魂 而后回归自己的肉身 他确定没有冤枉他们 行神合一 持着长枪刺下 如同天外飞仙 带着满天晚霞 东的一声 击穿雄伟的大山 空偶 这里爆开了 烟尘大浪滔天 到处都是光 天崩地裂 这个道统还有地下的一切 全都瓦解了 崩溃了 成仙教 真的 举教飞仙了 远方 另一个道统的人声音发颤 简直难以置信 那么的大一个道统 被天外一道光落下 一枪筒没了 这都什么时代了 还有这种肉身尽先进圣的人 其他道统的人 都身体发颤 说不出话来了 敢针对我的孩子 送你们所有人下地狱 王轩寒声道 这里有精神力极强大的人 但是又能如何 一枪杀尽 他转身 带着赤霞冲销而上 进入飞船 试了扶一去 然后 他坐船赶往下一地 要想这次毁灭的更为迅速 没有给他们向外传递信息的机会 应该能够继续收割 人你们很久了 管你是堕落圣灵 还是体验者 赶快是我的家人 对我的儿女下手 一个都别想活 从两个孩子满月玉席 到现在已经很久了 他安静地等了两个多月 直到两个孩子 不适合对方夺赦了 他才出来大开杀戒 众明星 一颗超凡星球 传说曾为众明鸟的祖地 但千百年来 神鸟早已绝灭 只剩下修行门派 当日 众明古地崩 被红云覆盖 瞬间大爆炸 灰飞烟灭 这颗星球的第一道筒 众明叫 灰飞烟灭 成为历史 终于 消息藏不住了 传了出去 仅两日 各方都知道了 时隔数年 王帝先又走出旧土了 大开杀戒 什么状况 猛龙出闸 他这是要学洗星空吗 各方都被惊住了 宁静这么久 王宣使一出现 就直接灭了树地 那些废土寸草不生 生机绝灭 别说是人 连地下的乙虫 老鼠都没有能逃走一只 距今 这事被激怒了 有堕落者的组织明白状况 一阵后怕后 又暗自庆幸没有去救土 针对那两个孩子 连最强捕食者之一 这个神话时代富有盛名的大圣灵 原道 都觉得脊柱冒含气 有种惊悚感 那大概率是目从体验者中收服的人 就这么被他掀翻了 一日间连过树地 屠杀个干净 原道目光明灭不定 道 不知道目会不会反应过击 直接出山 第622章 星天乱与伤 他认为 目消失这么久 记载下来了相当射人的家底 要不然的话 当初也无法从月球上的特殊场景中逃走 在黑目盒子的辐射下火下来 原道觉得 目镜谷以来愈发神秘了 不怎么出现了 不知道起源81号是不是他调动出来的 我也是想补金的人 还没真正出手呢 结果就有些让我心惊肉跳 原道自语 心情复杂 然后 他又自嘲 他们算是末代补金者了吗 这个高危的行业都快没出入了 长此以往 将与超凡共同腐朽为尘埃 老板 你确信是穆大人所为 导致这次激怒了王轩吗 你助理问道 感觉有他的痕迹 前段时间一直在吊金离开 大概是他 原道说到这里 起身走向飞船 道 换个地方吧 我有些不安 不知道是职业病犯了 还是到果日复一日的腐朽所致 一艘飞船无声地驶出这片领地 没入太空中 空 当日 这里的城堡被人一刀切开了 冷冽的寒光闪过 大地都在沉现 崩塌 地下有基地 被动触发开火 可是 根本无用 在烟尘中 在火光间 有一个金属人一闪而过 批毁了这里的一切 有人冲我下手了 已经出现在另一颗生命星球上的原道 身体出现一股寒气 坐不住了 他第一时间得到反馈 看到了能量火光中的模糊金属体 那冰冷的目光 可怕的刀芒 让他心悸 老板 我们的职业生涯太危险了 是自己人对自己人下手 要内耗 还是机械生命体出动了 盯上了您 女助理心底不安 想辞职了 如果是机械生命体还好 如果是自己人 那就可怕了 原道皱眉 他是最强大的圣灵之一 有人以他为猎物 他本是大圣灵 静落到这一步 自己的人生有朝日也会被他人剥夺或收割 如果是同行 木大人不会向您下手吧 女助理瑟瑟发抖 外界 各方都不平静 都在盯着王轩学习树地的事 其中有已堕落者和行走在灰色地带的体验者最为强烈不安 可惜了 只在他们灵魂深处搜出这四处重要基地 王轩遗憾 暂告一个段落了 事实上 哪怕还有目标 消息也走漏了 真要杀过去也会扑空 连挑四地后 他心中的恶气已经出去不少 但这件事不算结束 他依旧会寻觅 将有恶意的敌人揪出来击毙 他还没有回救土 现在给各方机会 无论是有人想持违禁物品来狩猎他 还是借助科技建船轰杀 他都不拒 养生主级的生灵 已经可以在星空中生存了 况且他还是一个持有杀法至宝的养生主 他在星空中横渡 出现在一些新地 就是在和那些人互掉呢 但很遗憾 目前还没有人接近他 小熊坐在我身边 王轩说道 其实 带着逍遥洲更方便一些 哪怕飞船出事 有那件可以穿梭于星空中的质保 依旧如履平地 但是 他想家里更稳妥一些 自身有一件质保 就能抵住一切 王轩 你干掉了欧拉 和洛等四颗星球上的灰色基地 太 彪悍了 那是体验者中伪装很好的很茶子 经过确认 他们和沐有关 宁伦联系他 王轩 你到底多强 我能和你一起修仙吗 前月一头银灿灿的长发 美眸发光 脸色异样 颇为激动 他们得到消息后很吃惊 尤其是看到一张模糊的照片 王帝仙如同天外飞仙般 一击而已 就毁掉了一片庞大的道场 两人怀疑 难道他找到了真正稳定的毅力 不会出事 可以持续性爆发和使用 很快 他们说到正事 告诉王轩一个坐标 一颗星球上的地址 那里有木的一处潮雪 王轩点头 说会过去看一看 两日间 体验者 堕落者 略仙 诸神 但凡和超凡有关的人和阵营 都震撼莫名 相继看到了王轩出手留下的废墟照片 太猖狂了 他连灭我们几处基地 现在还在星空中游荡 就不怕我们直接干掉他吗 准备尖心剑 灭了他 有人怒了 声音沙哑 在一片黑暗的空间中 发出冷酷的命令 他的身体 还有精神连着毅力空间 很宝贵啊 是举世难求的瑰宝 我有些怀疑 那种毅力十分稳定 可持续 若是错过 可能会遗憾一辈子 而且 有可观的毅力源泉 有违禁物品在手 尖心剑都不见得能灭了他 你多想了吧 历代以来 各大枯竭的宇宙 都找不出稳定的毅力源泉 有人反驳 然后发狠道 要不 干脆让他痛彻心扉 将救途打掉 让他永远的失去亲顾 葬掉他的父母妻儿 顿时有人反对 道 你疯了 虽然我们的非传性能领先 但毕竟数量有限 这样做会成为宇宙公敌 所有星球发通告 进行围剿的话 能走脱吗 另有人叹道 就是想灭了救土 都不见得能成 王轩不止一件违禁物品 留下足够多的毅力的话 那种至宝能打崩星空 守住一颗星球 或者直接带走他的家人 根本不成问题 他们推测 王轩肯定留下了至宝 守着家人呢 现在 还不至于这么激烈 如果他留下了逍遥州 直接载着他的家人 穿梭时空而去 根本打不中 而且 退一万步说 我们得手又如何 会让他发疯 没有了后顾之忧 将会与我们死磕到底 现在 救土 毕竟还是他的一个牵挂 还是让那种亲骨锁链 继续束缚着他吧 我们不要图一时痛快 给他松绑 我愈发认定了 他找到了稳定而没有危害的 可持续性诞生毅力的空间池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的价值不可衡量 比违禁物品更重要 便不相信 过去没有 不代表现在和未来不能出现这种人 甚至 某些奇人 也存在那么一丝可能 晶空中 王轩和机械小熊聊天 问他如果有一天 他要远行 去超凡大宇宙 他愿意跟随吗 在他眼中 小熊自然无比亲近 也算是他的后辈孩子 熊孩子不能丢 要保住 王轩 很快 明轮再次联系他 满脸是血 身体破烂 负了重伤 一副险些被人干掉的样子 你怎么了 王轩问道 我被人袭击了 飞船解体 我借特殊的逃生 苍冲了出来 避开死劫 可是 我妹妹出事了 画面中 贤月只剩下小半截身子 破损的厉害 只有头颅还算完好 无比凄惨 眼神暗淡 银色长发上满是血 你们在哪里 我过去 王轩说道 事实上 他对体验者也有戒备 哪怕和这对兄妹经常接触 关系不错 他过去也不可能全面信任 不过 到当实力到位后 他心中平静 无所畏惧 出了这种事后 他正好可以去看一看 我已经告诉了我父亲 我们在长生心 宁伦说出了具体坐标 这里有体验者的秘密据点 由他父亲这一息掌控 兄妹两人落难于此 机械小熊松索星图 最终确定不是很遥远 快速赶去 当降落在这颗自然环境极佳的星球上 王轩来到山中一个充满科技感的据点中 宁伦伤得很重 身体破烂 但是经过治疗后 没有性命之忧 泡在营养液中 满脸悲伤之色 这时坐了起来 我妹妹撑不住了 旁边一个续命池中 咸悦很凄惨 只剩下四分之一的躯体 原以为她头部没事 结果发现 后脑有个血洞 在旁边的台面上丢着一块 有符纹的金属碎片 我不行了 没有想到会这么死去 由精神力构建的神盒 被这块特殊的金属碎片击溃了 咸悦发出微弱的精神波动 王轩一手抚摸她的额头 想要以精神能量相助 结果发现她的体内 只是残留着一点精神碎片 那颗类似原神的神盒早已崩溃了 我过去一直在说超凡宇宙 不断提及故土 其实那些印象都是我父母以精神烙印的方式传给我的 我自己没有亲眼见过 我是在这片宇宙中出生的 也算是这里的人 还想以后邀请你去我们的宇宙看一看呢 前月的精神波动时段时序 最终 她的精神碎片没有等到她父亲到来 时间不是很长 就全面溃散 她彻底死去 王轩心中颇不宁静 她对这对兄妹以前自然也有防备 但刚才有过肢体和精神能量的双重接触 发现他们确实带着善意 包括明轮也被她一手触摸了额头 帮其疗伤 顺带检查了下 也是善意大过其他念头 结果这对兄妹一个重伤 一个就这么死去了 人生无常 让她轻叹 王轩捡起那块金属片 铭刻着奇异的纹落 明轮告诉她 这是他们那片宇宙的超凡文字 写的是沙字 王轩仔细感应 在上面有弦跃死时残留的烙印 可看到她的精神溃散 神河被磨灭的可悲画面 这个沙字诀十分霸道 大概是木 知道了我们在查她 明轮落泪 十分痛苦和沮丧 强忍着悲意 不久后 这个据点接到消息 一段影音资料传来 让明轮发抖 到我父亲的母舰在途中被人毁掉了 王轩瞳孔收缩 在那段影音中 庞大的母舰被一个全身覆盖着黑色金属 甲皱的神秘生物直接撕裂 局势怎么会这么乱 她心绪起伏 第一眼就认出 那个凶手正是毁掉三大势地的神秘强者 曾经将古圣灵当作药草 第623章新篇围剿 机械生命体 是他们 明轮又惊又怒 太阳穴附近 有青筋突起 并在跳动 一日间 她妹妹死了 父亲演道的母舰被毁 人生的大起大落 让她面孔上显得痛苦无比 发出低吼声 由精神力构建的神河 在她头颅中发光 像是一轮小太阳 向外溢散出刺目的光 竟略微地扭曲了空间 王轩看着她 其精神力真不弱 在这个时代也算不简单了 不止如此 明轮情绪失控时 像是精神分裂了 面孔越发地扭曲 头颅中的神河剧烈震颤 而后竞卡的一声裂开了 王轩轻叹 有些同情 这是真 精神分裂了 那眉如钻石般的神河 列为两半 神霞四照 光雾蒸腾 向外鼓鼓而涌 那是最本元经的精神物质 阻止裂开的神河愈合 很快 光雾起了变化 尽快速构建出一些特殊的符文 有些门道 王轩露出异色 忍不住伸手 放在明轮的头上 有些小觑体验者的手段了 此时 她的精神天眼深邃无比 眼底深处有道文交织 看出了究竟 明轮这是一种封印自身精神本源的方法 很少见 精神体的量能没有变化 但是有印记在重组 和以前不同了 这么做 能改变自身意志 性格等 分裂了又重组 王轩看着她 并在探索 明轮的气质变了 眼角眉梢淋漓了一些 她的妹妹死去 父亲的母剑被人撕开 这种剧便让她精神受刺激 显出真正的意识 对不住 王兄 我当初确实是抱着目的而来 希望能和你接近 为我们所用 但是 真没想对付你 明轮开口 她的神和重组并愈合了 不需要她多说 王轩也太明白了 这个明轮和昔日温文尔雅的明轮不太一样了 虽然没有歹意 但是 如果说全是善意 也不尽然 甚至 王轩刚才窥视到了她的内心 最初明轮就是想将她拉上体验者的战车而来 我承认 当初我是想利用你 但是这一年多的往来 我确实算是真心实意 明轮还在解释 王轩摆了白手 没让她多说什么 人心复杂 况且她压根也没有全信任这兄妹二人 解哀 她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盯着视频中的画面 问道 这个人不是穆吗 穆 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堕落者 这个黑甲人应该最高等级的机械生命体 她很可能找到了失落在这片宇宙中的起源火种碎片 明轮眼中带着仇恨的光芒 呼吸又急促了 她推测 对方对体验者抱有极大的敌意 所以才攻击她父亲 她虽然不是穆 但是通过种种迹象 我有理由相信 机械生命体和慕联手了 明轮看向王轩 低下头 脸上带着泪 恳求她出手 飞船冲向外太空 王轩和明轮一起赶向事发地 堕落者和体验者不目 甚至 有过很严重的冲突 有顶级强者为此丧命 到了这个年代 矛盾不可调和 他们大概想收割我们的神盒 为自己续命 手段越来越激烈和危险了 在路上 明轮说了不少情况 她父亲是体验着中和新高手之一 今日竟遭遇这种恶难 大概被狩猎走了顶级神盒 十几个小时后 他们来到事发地 巨大的母舰残骸 像是一片倒塌的钢铁山峰 堆积在宇宙中 冰冷 寂静 幽森 这里早没有活人了 都死干净了 远方 附近的生命行星 有人发现明轮他们的飞船 发来复杂的信号 经过破译 是自己人 是体验者成员发过来的 那些人在附近的一颗生命星球上 十几个小时前曾捕捉到过一些模糊的战斗画面 母舰娃解释 明轮的父亲眼道冲起 但是面对全身都覆盖金属的神秘强者 根本就不是对手 扑 眼道被人徒手劈掉了的头颅 一把拎走其头颅 父亲 明轮嘶吼 看着那些画面 他眼睛通红 周身被黑色金属覆盖的强者 右手再次划过 头颅裂开 一颗雪钻般的神盒被取出 而后他的右手拍落 眼道的肉身破碎 接着崩溃为宇宙尘埃 王轩皱眉 那个黑色机械生命体很强 不愧是摧毁了三大弑地的神秘人 手段相当的不凡 机械人不受限吗 没有超物质 大宇宙纠错后 他凭什么还具备很强大的超凡手段 王轩问道 如果找到了起源火种碎片 问题不是很严重 可以为机械生命体提供毅力 当然 他必然也受限 即便有火种郁郁的毅力 但也要遭受枯竭宇宙的压制 和巅峰时没法比 按照明伦所说 这片宇宙中只有一两块起源火种碎片 有记录可查的应该只有一块 找了很多年 真被他们得到了 他无奈 愤恨 叹息 情绪复杂 他们没有在这里久留 去了乡邻的一颗星球 演到那个儿子明伦 去追到他父亲了 巨金和他在一起 也去过现场 要不要调舰队 轰掉他 远方 有人在商议 声音嘶哑而冰寒 上次 勾盾 真超都死了 沐青的舰队也覆灭了 艺人提醒 他们的舰船太弱了 不足以消耗巨金的毅力 这次在深空中阻击 掂量下他到底什么段位 这么做的话 那就要有失去一支舰队的心理准备 不管是否有损失 我认为值得 这次要明昔的确定他是否真的可以持续动用毅力 对他自身没有危害 一些躲在暗中的危险人物 想付出一定的代价 弄清楚王轩的真正状况 各位 你们想一想 如果他的肉身和精神 真的连着一个稳定而强大的毅力空间时 那是多么大的价值 比找到核收获顶级违禁物品 大持天刀 还要让人激动和亢奋 意义重大无比 木核机械生命体 他们正式联手了 要对体验者进行围剿 大概也不会放过你 宁伦说到 他觉得 现在这种大环境下 王轩如同漆黑天地中的一盏璀璨灯火 在这个特殊时期 还有超物质 能持续输出 对木核机械生命体吸引力太大了 他们在附近的那颗生命星球上停留两天 明伦的伤势见好 并在体验者的据点中 查看关于木核机械生命体的各种资料 飞船起航 明伦准备去找他的那些叔伯 那些强大的体验者 为他父亲报仇 王轩坐在自己的舰船中 和机械小熊在一起准备随明伦过去看一看 进一步了解体验者和堕落者 离开这片星空 进入一片荒芜新律时 飞船内部发出警报声 机械小熊顿时无比紧张 他们被锁定了 躲避 准备战斗 飞船的护盾已经开启 但是 下一刻 他们的面色就变了 他们路过的一颗行星 被刺目的光击中 直接爆碎 虽然没有打中他们 飞船成功避开 但是机械小熊依旧冒汗了 无比紧张 活性基数在他生动的表情 以及真实的心理下 真实画出很多汗珠子 这种等级的战舰 随意歼灭行星 打爆太阳 他们的护盾不会有任何效果 真要被击中的话很恐怖 共有六艘巨舰 相距极其遥远 要围剿我们 机械小熊颤声道 不怕 王轩安慰他 摸了摸他冒出金属汗低的头 前方 明轮的飞船也遭受攻击 连有躲避开 空的一团光冲起 直接被打没了 不过 危急关头 逃生舱提前启动 冲出那艘飞船 只是很可惜 逃生舱刚没入黑暗深处 就被击中了 刹那湮灭 第624章新篇流浪星空 冲伦也死了 这让王轩出神 不过是两天多的时间 这一家人先后死去三人 真正的家破人亡 不过 现在没时间想其他 需要他高度集中精神 以强大的神感来应对 提前做出判断 这个级数的能量 真要打在他身上 也是吃不消的 便是地先 甚至是养生主也要爆碎 血肉之躯挡不住 机械小熊的飞船更不行 除非能提前避开 不然一旦击中 连金属渣子都剩不下 当然 王轩有遇到枪 不计代价的释放超物质 全面激活他 自然可以硬汉 但是他不想那么挥霍 他没道理成为一个火把子 和金星见硬汉 尽量躲避 并冲过去 主动接近他们 王轩说道 因为彼此间的距离太遥远了 先让飞船加速靠近为好 机械小熊满头活性金属化成的汗水在流淌 他真的焦急了 道 糟了 躲不开 与此同时 王轩含毛倒数 神感提前预警 他叹息了一声 要在宇宙深空中失去飞船了吗 下一刻 他一手提着小熊 一手撕开飞船舱壁 施展地先级的神通 化作流光 从这里消失 空偶 那艘飞船爆碎 光芒刺目 湮灭了 宇宙虚空中 王轩左手提着小熊 右手持遇到枪 激活了至宝 他已经横移出去 不知道多少里 机械小熊要空了 他费尽心力融合的飞船 就这么被毁掉了 发出难过的精神波动 我的船 讲个更好的 王轩安慰 六艘巨舰 似乎比尖心舰更厉害 相距这么远 能对抗吗 机械小熊很伤心 也很担忧 下一刻 一片光淹没这里 直接就覆盖过来了 作的一声 王轩激活遇到枪 再一次瞬移 空间扭曲 当他再次出现时 已经在数百里外了 他眼神冰冷 杀气腾腾 当年 又不是没有单挑过舰队 一日间连杀木青等人 还敢来来围猎他 不过他承认 这几艘巨舰确实远超过去 威力其大 没有至宝的话 养生主的肉身都保不住 唯有原神可长存 后退 保持距离 他在催动违禁物品 从现在开始 不断消耗他 检验他的毅力 看他的肉身和精神 是否真的连着毅力空间时 远方 六艘巨舰解体 化成一片密密麻麻的舰群 机动性变强 能让光网更密集了 全方位封锁 这是要逼着王轩和他们硬汉 持续性地消耗他的毅力 王轩数次闪避 都是瞬移 尤其是和遇到枪合一后 速度更加害人了 但是即便如此 他也不得不在第十次横移过后 硬汗了一击 因为 他被刺目的光幕覆盖了 整片区域都是可怕的光 激活的至宝 加持他的术法 以他为中心 一片金色竹林出现 神圣无比 光与征腾 那是金色竹简中记载的神通奇景 在这个时代 除了他之外 仙道之地没有人能够施展这样的大神通了 空 黑暗的宇宙中 光与无数 王轩声猛地挡住了光幕 遇到枪围金色竹林提供规则符文 而后撕开虚空 瞬间远去 逼近那些战舰 继续消耗他 刚才那个极数的能量 远超普通剑群集火的攻击 我就不相信他能持续下去 看他积淀了多少毅力 下一刻 他们再次扫描到了王轩 但是 许多人脸色都变了 这也太快了吧 他们可是在全力后退 想保持距离 可是 王轩还是接近了一些 扭曲时空 撕开空间 他和遇到枪合一 宛若是在时光中旅行 那些人打定主意 在极其遥远之地轰击 不给他机会靠近 然而 情况有些不妙 虽然分散在不同方位 但是 有部分舰船注定会被追上 轰 又一次全力轰击 光束交织 笼罩那里 空间似在消融 任何物质被触及后都会湮灭 接下来 王轩接连瞬移 多次躲避后 再次发生大碰撞 他施展大神通 经过遇到枪加持 无尽的金屋冲了出去 每一支都带着光雨 带着照亮宇宙虚空的火光 组合在一起 铺天盖壁 这种大神通 显照充无数的天妖 以至宝催发 威力绝伦 在这个年代 称得上绝无仅有 宇宙虚空塌陷 各种光碰撞 交织 王轩持遇到枪一冲而过 又远去了 这个时候 机械小熊已经成为 王轩的金属战衣 它是活性金属 能随意变化 覆盖在他的身上 它是什么段位 能看出来吗 将复苏的违禁物品去掉的话 它比地先强 和以前相比更厉害了 但是并未足以引发制的蜕变 如果是这个等级的话 还在预料中 以顶级为禁物品大赤天刀对付它 胜面还是很大的 继续消耗它 不要和它接触 不要和它直接对抗 遇到枪发光 而且 在急速变大 王轩克制了 如果再催动下去 它都要暴涨到战舰那么大了 立身在上站着 杀向敌人的话 太张扬了 在时 它还是保持在比地先强的段位 和过去相比变化 不是很大的样子 比较合适 数次碰撞 多次的闪避 遇到枪丝开空间 追上了一些舰船 接下来 一路火花带闪电 噼里啪啦 轰猛龙 这片区域的舰船 全被它刺穿了 挑爆了 它想抓火口 发现没人 即便有些舰船上存在机械人 也和机械生命体 有本质的区别 那块区域的舰船全部损失干净了 相当于一艘巨舰毁灭了 有人皱眉 这种试探 这样的滇量 让它们损失很大 耀眼的光绽放 王轩如同遇见飞仙 将遇到枪催动到百余米长 站在上面 冲向另一个方向 不久后 想消耗王轩的另一批战舰 也踏上了毁灭之路 当第四批舰队被追上 被全面摧毁后 剩下的两支舰队在相反方向消失了 不敢再去消耗了 这次为了试探 为了确定王轩的真实状况 他们已经损失惨重 王轩 我们的飞船没了 剩下的敌人也跑了 我们这是要流浪星空了吗 机械小熊开口 宇宙深处 有一个浑身都覆盖着黑色金属的神秘强者 坐在飞船中 双膝上横着一把带翘的长刀 冷冷的盯着屏幕上的画面 超越地先 但是 可控 如果付出足够代价的话 能够拿下 旁边 有机械声音响起 依据各种数据 为那神秘强者分析 它身上有稳定的毅力空间池 可以源源不断的为违禁物品提供能量 通体漆黑的机械生命体 双手压着长刀 冷漠的说道 这就确定了 飞船中还有其他人 以及其他机械生命体 都带着金融 确定 流动 幽冷金属光泽的黑色机械生命体冷漠地点头 它缓缓拔刀 先是有赤银银的光芒飞出 接着霞光变得赤红璀 妖艳射人 淹没飞船内部 第625张新天在超凡世界中心证明过自己 幽冷的宇宙 深邃而又黑暗 一艘巨剑寂静不动 周围有大量的陨石漂浮 像是穿越了一整个神话时代 在漆黑的虚空中 巨剑整体烟红 有赤银银的光渗出 让剑体染上了一层晚霞般的光彩 巨剑中 一张很有年代感的圆桌 围坐着两名人类 三个机械生命体 两名人类都被黑袍包裹着 不露头脸 三个机械生命体 以深渊黑金为主材料的机械人 最吸引人的目光 他拔出大赤天刀 非常射人 既然确定了 那么就由你 起源63号 去狩猎他吧 一个黑袍男子开口 看向手持大赤天刀的机械人 持刀者就是起源63号 曾经覆灭三大师弟 是古圣灵为药草 你们真当我是一柄刀 一个强力打手了吗 起源63号目光冷冰冰的望来 拒绝出手 你不是很确定了吗 以他的表现来看 他的肉身和精神连着一个稳定的毅力空间时 这比顶级违禁物品都要珍贵 有大赤天刀在手 盛面极大 为什么不去狩猎 黑袍男子严肃地质问 堕落者 着空 注意你的语气 我们和你们是平等合作的关系 我不是你的手下 起源63号强势地回应 着空 黑袍遮盖全身 平静地回应道 作为盟友 我们刚损失了一支舰队 至于以前付出的更多 而你融合了那块起源火种 手持大赤天刀 是名副其实的第一高手 有极高的胜率 现在自然应该由你去狩猎 对不住 我只是确定他的肉身和精神连着毅力空间时 并没有说要去对付他 最起码现阶段不行 我还没有完全融合那块火种碎片 63号说到这里 周身发光 漆黑的金属体近乎透明了 内部由火种毅力蒸腾 但与与自身的漆核似乎还不够完美 经过起源火种碎片的辐射 你的生命本质升华了 深渊黑金屈体蜕变的异常强大 有雄魂的毅力可以动用 你不出手的话 目前拿不下它 着空再次开口 旁边 另一位黑袍人名为猎龙者 也是一个强大的堕落者 同样在劝 请63号出击 大赤天刀在手 天下水与争锋 无敌不可披杀 它在超凡世界中心证明过自己 是最顶级的违禁物品 在这片宇宙也依旧有至高威能 不弱半分 猎龙者说道 整个人都像是躲在阴影中 木 着空 猎龙者 原道 是堕落者中最富盛名的四大强者 为坐在圆桌盼的两名黑袍人 竟是其中的着空和猎龙者 可以让木出手 我将大赤天刀借给他用 启元63号开口 枪的一声将赤霞四兆的的长刀归翘 向前递去 着空和猎龙者醋眉 木作为堕落者中的第一强者 一直处在失联中 怎么都联系不上 我们商量下 着空说道 然后 两个黑袍男子退出这里 来到一间静世中 作为金字塔顶端的堕落者 他们的精神力格外强大 头颅中的神盒流动着朦朦五色光彩 精神本源十分恐怖 两人的神盒发光 构建出一片密闭的精神空间 在里面交流 63号太谨慎了 有很高的胜率都不敢出动 难道他觉得距今的真实道行远比地先还要高 着空开口 你有没有觉得 63号有些说不出的特质 虽然不止一次见到他了 但是 我最近总会有由他想到木 猎龙者的神盒发出联姨 在密闭的精神空间中说出自己的疑问 他为自己取名为猎龙者 可见他的心气和强霸 专门补金和猎龙 不会吧 木失踪了 正在和63号纠缠不清 生命形态能转变吗 63号如果是木 这就有点离谱了 不和我们站在一起 他却要彻底融入机械生命组 我只是觉得 有相似特质 并没有说是他 不管怎样说 这是个机会 管他是木 还是63号 如果愿意借出大持天刀 自然要拿到手中 这种顶级违禁物品需要掌握在我们手里为好 你的意思是 交给我们从废墟中挖出来的起源72号使用 这样过早的暴露 不稳妥吧 怕什么 72号的机械之心被我们重塑了 早已被我们控制很多年 应该让他拿到大持天刀 最让两人有底气的是 挖出72号的遗迹中 有一块起源火种碎片 因此不处63号 这片宇宙仅此两小块火种 全部出事了 猎龙者和卓空转头去联系源道 邀请他出山 一起去补金 源道 我们有机会得到大持天刀 可以交给你使用 怎么样 源道非常意外 他单飞很久了 想不到两个大圣灵在这个时代找上了他 反问道 木呢 吃连了 卓空说道 木竟失踪了 让原道心惊 大持天刀 这种东西都能被你们找到 他不是断了吗 原道皱眉 断刀应该掌握在起源81号手中 可是 前段时间那具墨绿色的机械人坠落在旧土 被闪电劈中 融成了一堆金属疙瘩 并无断刀留下 两节断刀都落在了机械族手中 大持天刀是最顶尖的违禁物品 断体相遇后 自动重组在一起了 我 身体不适 参与不了这种狩猎 养了八百年的天生神体被人毁掉 我要休养很长一段时间 源道拒绝了 无论卓空和猎龙者怎么劝他出山 他都摇头 一口咬定 自己原神腐朽 知识加速 无法补精 结束通话后 源道脸色铁青 这是想让他去打头射险吗 狗约的灼空 猎龙者 一定掌握了很强的底牌 才敢来拉他下水 老板 情况不对吗 女助理问道 该出来折腾的木消失了 竟是另外两个在折腾 情况复杂 该死的 居然想我去当炮灰 我们先消失一段时间 源道说着 眼神很凶 再次换了一颗生命星球 想暂时蛰伏起来 宇宙深处 巨箭中 红色霞光流转 大持天刀非常完美 雕刻着飞船和神话生物的刀柄 有种承载着整片古史般的厚重感 刀体像是一血钻打磨成 刻着细密的纹理 那是它在在超凡世界中心进化出来的至高印记 至于刀体内部 纹理更多 无穷无尽 堪比漫天星斗 长刀像是采集了漫天晚霞 熔练出一口赤银银的凶兵 启元63号将大持天刀递给卓空 很郑重 告诉他 这是最后一把钥匙了 如果遗失的话 再也无法贯穿宇宙裂缝 回不到超凡宇宙 卓空点头道 可惜了 违禁物品 银盾 失落在这片宇宙那么久 最后居然被土著得到 而且 恰巧惊动了超凡宇宙那边的人 开启了通道 目前 这片宇宙中有几道裂缝 想要开启 回归他们的故土 必须有他们那个宇宙的违禁物品才行 唯有超凡宇宙的质保 才能和对面共鸣 有机会打开通道 当然 条件相当的苛刻 还需要通道那边有人持着质保 进行接引才行 很难有那么多的巧合 宇宙裂缝的对面 不可能有人常年守着 且身上正好戴着违禁物品 上次 科技生命之地 生命池和银盾闹出巨大动静 恰逢宇宙对岸有人在 实属意外 因此被接引 最终贯穿通道 猎龙者道 下一次 真有机会回去 也不可能走科技生命之地那条通道 对面那口刀和大翅天刀是死敌 天生对立 63号抓着刀柄 还没有彻底松开 严厉无比 道 万一你们败了 最后关头 也一定要给大翅天刀留下足够的毅力 让他顿走 不然的话 我们将失去最后一把钥匙 我保证不会让他落在巨金手中 这次必然狩猎成功 卓空也无比严肃地回应 其实还有古今 猎龙者说道 谁能捕捉到他 等于没有 旁边一个深褐色的机械人开口 祝你们成功 63号松手 送出长刀 卓空微笑 还分你我吗 如果狩猎到一粒空间池子 尽可攻 退可守 在任何宇宙中都可纵横 保住超凡之身 祝我们这个堕落者联盟万古长青 有朝一日入主超凡世界中心 成为最强阵营之一 不久后 另外一艘巨剑赶来 接走63号和另外两名机械人 双方就此分开 他们会出手吗 该不会要魅下大翅天刀吧 顶级违禁物品不容有失 真褐色的机械人开口 63号到 不用担心 几个大圣灵的元神都开始要腐朽了 再不出手 他们会越来越虚弱 时间无多 不允许他们拖延 最重要但是 我确实觉得 有些不稳妥 现在还不是我的最强状态 火种还要融合 63号低雨 然后又安两个机械人的心 道 大翅天刀不会有失 据经带着那只熊 还在星空中流浪吗 着空和猎龙者的巨剑降落 在一颗生命行星上 再次确定王轩的坐标位置等 准备一下 去补经 大翅天刀从无败计 最惨的一次也只是两败俱伤 而且是和超凡世界中心的最强违禁物品之一碰撞所致 在这颗星球上 他们要唤醒72号 它和63号一样融合了一小块火种碎片 对机械族来说 是无上造化 可惜啊 我们尽量避开了神话巅峰时代 原以为超凡落幕后可以随意收割 没有想到 那些目标跑的跑 离开的离开 剩下一头巨精 还诞生了一粒空间池 超出意外 不知道算是给了我们惊喜 还是可能会反噬我等 第626章新篇补经风起 原蓝星 北海 墨色大浪起伏 壮阔无边 放眼望去 深邃的北海没有尽头 黑色的汪洋宛若宇宙星空 这件像是一朵庞大的乌云 悬浮在高天上 灼空和猎龙者来了 要唤醒起源72号 他们乘坐一艘小型舰艇 俯冲向低空 没入漆黑的北海 一路下行 进入一条巨型海沟中 海下 数千米米深之地 身手不见五指 正常的生物早已无法生存 可是 这片海沟却不是生机绝灭之地 有各种前奇怪的物种 甚至有发光的胶龟大量存在 欧有一大群游过时 色彩斑斓 让海沟都有了朦朦的光 一个黑青色的机械人 被海沙半掩埋 它的内部在发光 那是火种碎片在和它交融 72号 该苏醒了 灼空以特殊的精神连衣 呼唤这个沉睡的机械生命体 空朦胧 黑青色的机械人双眼疏得亮起 如同雷霆 照亮漆黑的海底 接着它动了 海沙翻腾 海水顿时浑浊无比 一具庞大的机械人起身 能有20米高 远超通体漆黑的63号 同时它体内的火种也在释放力量 它全身朦胧 生命力回归 真正苏醒了 一瞬间 奇异的神话因子流动 它具备强大的超凡之力 短暂而迅猛的提升 便堪比必先了 接着 它冲向海面时 又提升了一截 在这种严苛的大环境下 还能有这种超凡之力 足以让人惊悚 起源火种 这片宇宙只有两小块 珍贵无比 被它融合了一块 才能在这个时代依旧具备可怕的力量 无论是着空 还是猎龙者 都感受到了一种压迫感 隔着金属飞船舱壁 都觉得危险 还好 72号是被它们挖掘出来时 其机械之心被两人炼化 这是它们控制的超越地先级的傀儡 一座海岛上 72号接过大赤天刀 随着火种之力流动 红色的天刀放大 猛地撕开了虚空 乍时间 以海岛为中心 整片北海都通红了 海面上空赤霞照耀 海天一色 烟红 七燕无比 能炼化它吗 浊空问道 想真正掌握这件违禁物品 需要上千年的时间去慢慢磨 才有可能成功 72号冷漠地回应 声音铿锵 名副其实的钢板摩擦音 浊空点头道 虽有一些遗憾 但也略微放心了 数百年前 大赤天刀还是断刀呢 63号想练化 时间远不够 猎龙者依旧黑袍遮体 道 你抓紧时间适应一下 检查刀上是否有古怪 以火种全面洗礼衣变刀身 备战 什么人需要唤醒我 72号问道 20米高的黑青色金属躯体 持着变大到十几米长的赤红长刀 眼神宛若雷霆 像是能劈开天地的混沌仙魔 一个拥有毅力的土著 记住 一定要竭尽所能的狩猎 请拿下它 它连着一个稳定的毅力空间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可能比顶级违禁物品都要珍贵 卓空提醒 这种说法顿时让72号全身火种之光照耀 弥漫出体外 周身都像是燃烧了起来 狩猎者告诫 要小心 它身上有危险物品 其中一件是这片宇宙的第一质宝 遇到其的棋杆 化作长枪 极其风锐 亘古至今 这片宇宙最辉煌的时期 也不过是稍微接近过超凡世界中心 历经多次天以后 这里早已算是偏远之地 离超凡中央世界的大舞台太远了 一个土著纵使具备毅力 也只是持着乡下质宝而已 能与大赤天刀这种顶级违禁物品碰撞吗 72号平静地说道 过有偏见 但它也说出了一则事实 远离超凡中央世界的质宝 都没有经历过最强战火的洗礼 没有得到血与火的检验 没有排名 着空审下脸 道不要大意 遇到枪曾经和古今碰撞过 并没有碎掉 我 给我详细资料 72号重视起来 很快 各种影音和数据都传输完毕 它了解到王轩的战斗方式 以及见到那可怕的黑幕盒子的朦朦轮廓 青海中 并不平静 有一支商业舰队 曾经接近过王轩的交战之地 当然 他们相距无比遥远时 扫描到那种可怖的画面后 就第一时间掉头远去 不敢真正临近 即便这样也引发轩然大波 虽然扫描到的画面很模糊 甚至都看不清那个血肉之躯的身影 但是很多人都相信 那应该是王轩 在神话崩溃后的年代 还有谁具备超自然力量 能够以冷兵器对抗宇宙舰队 目前只有一个人 尖心舰都出动了 远处的行星当场被打没了 却没有能够打掉一个血肉之躯的人类 宇宙中 各片新地 许多族群 很多生灵 都在呆呆出神 那还是人吗 现在可是枯竭时代 那个人居然敢冲向尖心舰 不符合这个时代的规则和道理 太不科学了 无论是在超凡物种间 还是在科技星球上 各族都觉得眼晕 这简直越来越神幻了 六七年前他还在打普通战舰 刚平静下来没几年 实力又提升了 即便是沦为普通人的猎先 诸神 目光也都变了 盯着模糊的画面 很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 确信是王轩吗 毕竟 看不清啊 只有超凡之光在流逝 连那件兵器都被符文淹没了 不见得是他吧 有人在怀疑 会不会是一位奇人 意外遭袭 而后突然爆发了 也有人提出这种思路 但只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讨论 因为连猎先中的资深人士 都没有几人知道 奇人应该还是王轩 尽管那种超凡因子 这次格外赐目 和过去不同 但经过对比 解析 还是同种物质 青海中 各族 许多人都被镇住了 诸神格外怅然 想不明白 他怎么还能修行 越发的强大 有些神明打定主意 要去救徒拜访 会派出代表 就如同列仙让周妖圣和李天仙去密谈一样 诸神有各种念头了 希望有朝一日 随王帝先而复苏 离开这片大宇宙 哪怕让他们当马前卒 去探路 他们也愿意 这么昔日的仇和愿 这些问题并不大 只是极少数人的恩怨 可以放下 诚意赔罪 圆道看到那种画面后 第一时间判断出 着空和猎龙者要行动了 必然会有暴风骤雨般的凶猛攻势 因为他太了解那两个人了 同时也越发神色冷冽 那两人还真是想让他去打头阵 当他是炮灰 他是四大堕落者之一 居然沦落到这一步了吗 目都没有动作呢 你们出来主导一切 我助你们翻车 他带着恶意诅咒 实在是被那两人气坏了 宇宙深处 王轩带着机械小熊流浪 没什么危险 也不怎么担心 这里有正常的航道 距离一处重洞不是很遥远了 这还是他第一次 在星空下依靠肉身旅行 养生主级的实力 带着遇到枪 完全没有优据之意 相反 他当成了一次特别的体验 什么极限环境 浩瀚星海 哪怕他确实如微尘般渺小 却也死不了 两日后 他们就看到商业舰队 当临近时 着实吓坏一群人 这是漂浮在冰冷宇宙中的活人 正在快速接近 到了这一步 不需要秀肌肉 一切都很平和 王轩和机械小熊顺利进入飞船 接到了最为隆重和热情的招待 王轩没有为难他们 同时也不想连累他们 万一被堕落者盯上 再次发动攻击 那就不好了 他问舰长 附近是否有星际海盗 得到肯定的答案 并被指点后 稍微接近危险的地带 双方就分开了 不久后 王轩和机械小熊再次拥有了自己的大型战舰 红骷髅号 他没有掩饰 开始向一些灰色组织 不同新地的大势力 发出各种消息 收集敌宗的讯息 很快 他真的接到了特殊的信号 经过机械小熊破译 有人在向他传讯 堕落者要对他下手了 对方这次的行动名称是 捕金 有人告诉他 强大的捕金者出现 危险正在临近 事实上 袁兰兴 北海 一座岛屿上 着空 猎龙者 72号确实在备战 很快就要行动了 他确实很特殊 肉身和精神连着的 毅力空间持无价 但是 如果说这方宇宙的第一质宝可挡古今 那就夸大了 第一 古今耗尽超凡因子 处在最虚弱状态 第二 遇到枪碰撞的是黑木盒子 并不是里面真正的古今 72号 以金属手指腐过赤银银的刀体 冷静而自信 道 没有进入过超凡中央世界的质宝 不算真正的违禁物品 有许多所谓的圣物 换一个宇宙后 直接就不通灵了 稍强大的质宝也要花费漫长时光去适应超凡中央世界的规则 那时都不知道换几个主人了 虽然是机械生命体 但它的金属面旁还是有生动的表情 露出冷酷之意 道 大持天刀 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 即便是在偏远的大宇宙中 也依旧能照耀出超凡中央世界的大持天光 从没听说过的遇到枪 在经历中央世界的规则洗礼后 多半真的会沦为乡下质宝 受烈吧 我准备好补金了 第627张新篇不同宇宙兼第一战 这是超凡中央宇宙的共识 唯有在中心世界的大舞台上冒头 取得排名的违禁物品 才算是真正的至宝 着空审声道 和他交手的强者死了不少 每次都被他翻盘 有时候 连我都觉得他那些对手盛面极大 结果最后反被收割了 72号道 我不会大意 但是 如果我手持最顶级的违禁物品 大持天刀 都没有相应的自信的话 那就不要去战了 干脆躲起来算了 全身都被黑袍包裹的猎龙者开口 开始准备吧 该行动起来了 先放出一些风声 吸引那头巨精的注意 看他敢不敢接近 必要使洒尔料 打窝 很快 风向就不对了 星空中 在王轩路过 以及收集敌宗消息的地带 起风啊 有传言 圣者将士 要杀地先 这股风刮得很通然 也很慎人 让沉沦的超凡者 在怀疑人生 神话真的寂灭了吗 有人在发话 要捕猎王轩 超凡至暗时刻到来后 依旧可以上演 绚烂的神魔大战 许多人不敢相信 接下来的几天 陆续有风声传来 甚至指向一些相关的心域 战场都选拔好了 宇宙深处 王轩正坐在红骷髅号上 这不是他抢劫而来的船 一个名气很大的 星际海盗投资主动送礼 没办法 当知道是谁后 尤其是看到王轩 在宇宙星空下漫步而来 臭名昭著的 星际海盗投资吓坏了 最后 这群海盗发誓 洗心革面 并付诸行动 将钱款捐献出去九成 贩卖飞船 也要当作善款 他们劫后余生 彻底结束职业生涯 劝人向善后 王轩觉得 红骷髅号这个名字很难听 他改名红玫瑰号 此时 他满脸笑容 满头黑发晶莹 年轻的面孔上 有些有着圣母般的神圣光彩 慈爱无比 因为 他正在和家里视频 出来几天了 不管家中是否听到什么风声 都要逼他们担心 现在的王轩 正在面对一双可爱的儿女 自然要露出老父亲的和蔼笑容 从头到尾都慈祥无比 脸上在发光 赵青汉恢复得很好 一直在健身 练救术 以及锻炼精神力等 全面提升到大宗师水准了 现在他一手一个 抱着两个孩子 已经视频很久了 镜头中 两张萌萌的小脸 睫毛很长 大眼如黑宝石 同时伸着肉呼呼的小手 在那边一压地叫着 像是要过来 好 过段时间我就回去 嗯 给你们带礼物 艰辛巨剑 至宝 一切都有可能 王轩笑着结束通话 事实上 他确实要反狩猎 上次被动挨轰击 虽说干掉了大半的舰船 但他还是很不爽 他已经比肩养生主 还有人出动战舰猎杀他 真是吃了吃熊豹子胆 看来还是没打服一些人 被动出手 不是他的风格 尤其是 机械小熊很伤心 改造很多次的座驾没了 艰辛巨剑也没捞着 这次不能再放走战利品了 前方 是阿牧辛域 过了这里差不多就到风起之地了 王轩和机械小熊乘坐飞船 沿途欣赏抑郁风光 不紧不慢地赶路 我准备去观战 但要离得足够远一些 启元63号在一艘飞船中开口 也在星空中 他全身以深渊黑金为主材料 比普通人类略高 体内火种明灭不定 有很强大的毅力在流动 在他的脚下 横握着一头怪物 巨兽 来自八大市地之一蓝湖市地的半成熟至宝 堕落者很有信心 能捕获巨金吗 飞船中一个深褐色的机械人问道 63号很平静 道不需要过早下结论 安静等待吧 我更关心的另一块起源火种碎片 若是得到 当回到超凡中央世界 我的生命本质会更进一步蜕变 升华 再加上有大翅天刀在手 足以称雄一方 起源火种碎片 对机械生命而言 远超其他一切 能让它们实现超级进化 实力大幅度的提升 第二块火种碎片 落在了灼空和猎龙者的手中 深褐色机械人低声问道 大概是这样 63号以金属手指敲打着桌面 有些出神了 终于要付诸行动了 灼空猎龙者 我倒要看一看你们有什么杀手锏 按照这个宇宙的习俗 我提前为你们烧纸了 欲助翻车 元道不准备临近 带着恶意 要在相邻心域通过太空探测器观战 诸神猎先 落幕后的一批超凡者 也在等待 部分人听到了风声 甚至 旧土 陈永杰 老钟 刘怀安等人也得到消息 心中着实 不紧张 因为习惯了 他们不相信 在这个年代还有人能威胁到王轩 作为身边的人 连居住地都在一起 对他了解得太清楚了 超越地先 得到三件质宝 体内自弹大量的红色超物质 他差不多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或许 只有赵清漢紧张 无论怎样 哪怕知道他在这个年代从未有过败迹 他也在担心王轩 期盼他早点回家 一路观光 王轩带着机械小熊 偶尔会降临在一些生命星球上 看遍美景 他们游历过昆鹏族的母星 见到海中山崖上的巨大巢穴 可惜连根鸟毛都没有留下 这种生物早绝种了 期间 他们去了巫师世界 在这颗星球上 深山古堡 秘密实验是着实不少 但可惜都死寂了 不久后 有人联系他 王轩并不意外 他没有掩盖行踪 就是这样一路明着接近目标星域 王轩 你不要过去了 无视他们的挑衅 这一次是堕落者中的两大巨头要对付你 大屏幕上出现一个中年女子 银色的中长发 看起来带着一缕忧伤之色 直接这样劝告 很快 王轩知道了他的身份 他是明伦和弦岳的母亲 穆涵 体验者内部有绝密消息 现在着空和猎龙者的身边 有一具超级机械生命体 无比强大 并且手中大概掌握着一件至宝 曾经照亮袁蓝星的整片北海 天上地下一片烟红 疑似是超凡中央世界的顶级违禁物品 大吃天刀 穆航告诉他这样一则绝密消息 再三劝阻他 不要轻易接受挑战 那件违禁物品极度危险 王轩谢过 知道他失去三位至亲之人 轻叹着安慰 表示想尽一份力 为明轮和弦岳报仇 结束通话后 他仰坐在躺椅上 在那里琢磨 不是商议 不是羽化帆和人事件出事 真是遗憾啊 早先他认为 对方的底牌或许是不祥的羽化帆等 到头来终究没有等到最想狩猎的人和至宝 听他的意思 大吃天刀似乎很强 事实上 穆罕很快给他发来一张图片 以及文字资料 那是一口赤红色长刀 照亮黑暗的宇宙 极其可怕 最顶级的违禁物品 从未有过败迹 斩破的质宝有多见 而且都是超凡中央世界排行榜上赫赫有名的圣物 当看罢资料后 他一阵咋舌 道 确实够凶 遇上一个很茶子 能斗得过吗 王轩触碰手指长的遇到枪 他被束缚在手腕上的元神锁链上 什么天刀 地刀 敢和我硬碰 我打他成断刀 遇到枪从来没有服过谁 不管是否有这种战力 但估计这辈子嘴硬肯定第一 王轩脸色严肃 道 别太自负 按照资料来看 这口刀无间不摧 凶得一塌糊涂 无论在哪片大宇宙 都能保证顶级水准 不久后 飞船穿越重洞 进入云拓星域 要在这里开启战端 这片星域距离一条宇宙裂缝不远了 神话未熄灭时 终家当年就是退到这里隐居 这里有他们的资源星等 算了 换个地方吧 穿越那条宇宙通道 去荒芜之地 在那片有至高神传说的星域开战 王轩对这片星域并不陌生 事实上 还没有等他行动 就有人主动找事 着空 猎龙者 72号 他们自身还没到 很沉的筑气 但是 已经派战舰先行过来了 给他找点事情做 别让他悠闲的赶路 打抱他的飞船 让他自己飞过去 着空猛笑着说道 72号持刀 坐在巨舰中 也冷漠的笑了笑 刺目的光爆发 堕落者出击 虽然知道打不死王轩 但就是想毁掉他的飞船 让他被迫狼狈赶路 红玫瑰号解体 全面大爆炸 机械小熊愤怒 又一次痛失飞船 王轩也脸色阴沉 神感提前预警 他早已先一步远去了 但对方这么挑衅 实在是过分了 呵呵 另一边心意中 着空 72号笑了笑 冷意弥漫 外界 各方也都心惊 同时有些发猛 这还没开战呢 尖心剑就先开火了 打掉王轩的坐驾 换一个人的话 到此就结束了 还谈什么对决 直接就被打没了 不过 着空 72号 猎龙者的效益 并没有维持多久 这次王轩消失 无声无息 在出现时 不是霸道的驾驭遇到枪刺穿战舰 而是很柔和的入侵了进去 那艘战舰想自毁都没能成功 这艘艰辛舰有点小 回头你们送我一艘巨舰 同时洗净脖子 你们谁敢过来 一个都跑不了 王轩发出死亡威胁 接着 他又冷冷地补充 到 对了 改地点了 去荒芜之地决战 不敢过去的话 就滚 不是你们说在哪里开战 就在哪里开战 五个小时后开启 过时不后 几个小时后 王轩立身在荒芜之地的宇宙虚空中 单手持遇到枪 准备迎敌 着空和猎龙者的巨舰没有来 72号乘坐一艘大型飞船出现 舱门开启 他一步来到星空中 谁都能感觉到72号的可怕 黑青色的冰冷金属之躯 双目像是雷霆般 光束射人 背负红光淹没虚空的大持天刀 他就这么在星空中走来了 周身都是火种毅力 一点也不处 虽然起过不少次冲突 但是 严格意义上来说 今天才算是你我两个不同宇宙间的第一次强者之战 72号开口 精神波动传出去很远 能够看到有形的涟漪在发光 虽然他是机械生命体 但是精神能量惊人 72号盯着王轩手中的遇到枪 道 他就是这片宇宙所谓的第一至宝 他的精神波动平静冷淡中带着超然之意 俯视过来 没错 也就是第一至宝 你不服 装什么宇宙级强者 你自封的吧 今天击断腰刀 更要刺穿你 王轩还没有开口 遇到枪就先发脾气了 感觉到了对方的轻慢 妙小妖风大 水浅王八多 毫无意义的第一 偏远之地的野榜而已 距离超凡中央世界不知道多远 不被天眷 神话枯迹 一个土质宝也敢自负 既然和大持天刀为敌 自然要斩断 72号冷冷地说道 很多年没回至宝了 我决定 拿这个金属疙瘩和那饼破刀祭天 遇到枪散发冷裂气息 第628章新天剑先对决机械生命体 遇到枪没服过谁 现在却被人惊乱 当作土至宝 导致他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干掉机械人 击断大持天刀 这次他自主复苏 没用王轩去激励 神侠撤召四方 枪体如衣挂神红横悬黑暗深渊中 出乎意料 偏远之地竟有你这样的人 72号盯着王轩 20米高的金属身体又冷胜人 他很重视王轩 这才是他的目标 准备捕获的猎物 数次试探后 堕落者已经确定 王轩的肉身和精神 应该真的连着一个稳定的毅力空间池 比顶级违禁物品还珍贵 走到这个时代 本已无所求 想不到干涸的池塘中 一条小鱼鸟找到了心犬眼 生命蓬勃地成长起来 真是意外之喜 72号眼神中有火光喷勃 锁定王轩 充满心喜 比面对遇到枪时 神情热烈太多了 然而 王轩却更冷漠了 对方这还真是要补金 将他当成了网中的大鱼 准备收割他 意外泥女马 王轩恋无那种眼神 想格杀这个强大的机械生命体 煞时轮动玉道枪 直接下手了 玉道枪刹那尖暴涨到100米多米长 像是一根大棒 砸得宇宙虚空塌陷 光与漫天 神圣刺目 72号虽然有20米高 躯体沉重 但却拥有神速 相当的灵活 他在瞬移 从原地消失 他已经在数百里外了 厚重的机械体很敏捷和迅速 如光电在移动 站在远处 缓缓拔出红盈盈的大持天刀 超越地先层面的的对决 这样的距离 宛若近在咫尺 有至宝复苏 像是触手可及 遇到枪金银两色纹络交织 如同金韬拍案 穿行在宇宙虚空中 横扫了过来 遇到枪到了 今天他的杀伐器格外胜烈 此时 100多米长的遇到枪 还在放大中 王轩自然不可能握在手中了 而是站在长枪上 如同在遇见 72号手持大持天刀 画出一道又美而又恐怖的轨迹 赤芒撕开黑暗 照亮这片宇宙 向长枪斩去 第一至宝流动蒙蒙光逸 符文交织 像是斜一片缩小的宇宙而来 气势棒薄 震得前方虚空崩裂 枪尖一长耀眼 恨不得立刻将机械人挑杀 当 那是道音 渲暗的符文绽放 这是两人间的第一次大碰撞 是狭照虚空的天刀 披在枪尖上 火星刺剑 道文射人 密密麻麻 到处都是 一时间 这片宇宙虚空被撕开了 惊人的红色物质化作一朵又一朵蘑菇云 在这里大爆发 百余米长的遇到枪正开长刀 周围流动着无尽的纹理 贯穿宇宙虚空 一冲而过 72号被震的金属手掌都在轻颤 但他很凶 双目有真实雷霆绽放 轰向遇到枪 同时反手一刀向着错身而过的遇到枪上的王轩斩去 王轩从原地消失 来到了长枪前段 脚下红色物质浓郁无比 控制枪体 让枪尾扬起 猛的砸向长刀 第二次可怕的撞击后 遇到枪远去 在数百里外发光 调过头来 枪尖咬指敌手 黑青色的72号 面旁冰冷射人 持刀在手 都没有去打量刀刃 相信他完好无损 超凡中央世界的顶级违禁物品 即便来到偏远之地 依旧丰锐无比 坚不可追 持极米长的刀体赤盈盈 像是一挂晚霞凝练在一起 划破古代的时空 照耀到现实来 到阴震荡 有形的涟漪已遇到枪围中心扩张 让这片昏暗的宇宙明亮起来 像是有柔和的大道湖泊出现 跟着共鸣 在震慑人心的契机中 王轩站在玉道枪上 驾驭他 再次杀了过去 这个时候 他将斩道剑金演义出来 通过至宝催发 这是名副其实的遇见了 以枪奸罪为刺目 击射神盲 接着枪体也发光 沉在道湖中 击弹光波 这不是错觉 整感长枪中围 的确形成了连衣 画出一个超凡符纹湖泊 孕育着绝世凶枪 一起杀了过去 吃吃吃 斩道剑金的无边的剑气 也可以称之为枪盲 成千上万道的释放 向前飞去 每一道光束都长达数十上百里 以遇到枪围中心 带动无尽神盲 贯穿前方宇宙虚空 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广阔 刹那就到了 72号在想躲避有些晚了 他双目有神文交织 右手中的赤色长刀猛然向着前方劈去 宇宙虚空 被他以大赤天刀展开 而且 巨大黑暗的裂缝在急速扩张 像是地狱之门在开启 所有的枪盲 还有遇到枪都没入次元空间中 犹如被放逐了 72号持刀的手不断抖动 随着他有节奏的控刀 刀光一众接着一重 不断叠加 力量在持续的暴涨 在遇到枪撕开空间冲出来时 72号挥刀 刀光已经推升为一片滔天的大浪 向着前方拍击过去 那不是水花 那是刀芒所化 带着无尽的杀意 数百里外的陨石群都直接消融了 蒸发了 遇到枪就是芒 从来都是无比的自信 有充足的超凡因子 他直接冲过去了 迎着刀光化成的惊涛骇浪 硬抗 枪体化成一轮巨大的太阳 照耀四方 崩面拍击宇宙虚空的刀光 无论是大赤天刀和机械人 还是遇到枪和王轩 都在摇动 这次的冲击力很强 在此分开后 遇到枪没有立刻掉头 而是消失了 直到不久后 从极其遥远之地出现 接连贯穿六七艘战舰 这是堕落者派来的观测者 在自认为距离足够远 在安全地带收集数据 进行分析等 结果 被遇到枪教育了他们 全部解体 更远处 还有飞船和探测器 捕捉到这一画面后 全都快速远去 外界 当人们看到这种交战后 都一阵出神 内心震撼 在这个年代 竟真的有人可以对抗王轩 在此回归时 王轩没有站在枪体上 他动用了神通 施展出法向天地 能有上百米高 他自然还能更高 但是没有意义 现在只是为了方便抓着有些暴躁的遇到枪而已 这终究是人欲枪的战斗 他想看一看机械族的手段 当然 也准备好了 让至宝束缚为禁物品 他和72号争斗 提升到养生主 打杀掉 一百多米高的王轩 以符纹为甲咒 披盖全身 黑发金银 双目有刀纹流转 这次轮动长枪顺手多了 在宇宙中 他像是一个魔神 尽情释放着超越地先层面的力量 红色物质蒸腾 略带紫气 他轮枪而行 一瞬间 演绎地先密法 长枪砸落石 还有滔天的火光 沐浴神艳的不死鸟鸣叫 更有时空牢笼 所困前方的小天地 要将对手拘禁在那里 72号确实不是善茶二 无论是战斗本能 还是实力等 都极其出众 当年在超凡大宇宙中 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强者 现在 他双目冰冷如刀锋 煞时间 身体也暴涨了起来 在他的宇宙 既有强大的科技文明 也有至高的神魔手段等 他自身的躯体等同于顶尖一宝 能随意变化 很多年了 没有见到老王全力出手 现在这是今天的手段啊 欲枪而行 连着撕碎六艘兼星舰 但此刻遇到一个铁皮人 被阻住了 光无之地的一侧 云拓心律中 有忠家的资源新河基地等 忠诚无比激动 他是剑先发烧友 跟来观战 当然 他离的确实俗够远 战火波及不到那里 通过探测器注视 宇宙各地 无数人在通过星空之眼 诸如升空探测器等 进行观战 皆心神悸动 王轩轮强 和大翅天刀千百次的碰撞 这是至宝间的硬汉 枪芒 刀光 璀璨的纹理 浓郁的毅力 在这里激荡 不断交锋 非常恐怖 两件至宝每一次交击 都有可怕的流光飞溅 那不是真正的火星 是道文的释放 任何一律都是毁灭性 两人杀的激烈 波及深远 来到一片大型陨石群附近 这里有很多直径数千米 甚至上万米的陨石 结果大翅天刀斩过时 光波横扫 陨石群刹那消失个干净 只有些许宇宙尘埃残留 王轩和72号分别被遇到 枪和大翅天刀各自发出的 符文之光包裹 庇护在当中 不然的话 质宝复苏后的冲撞 他们会被震碎躯体 承受不住 斩断那个土质宝 72号喝道 他手中的长刀鸭向遇到枪 赤红的刀刃和枪体 粘在在一起 去吧 身为第一质宝 去维护自己的荣光 王轩也开口 遇到枪和大翅天刀宛若 要融合为一体了 彼此连接 交融 震动 激烈撞击 而后腾空而起 高悬在两人头顶上方很远处 他们各自一出丝丝缕缕的符文 保护为他们提供超物质的两人 王轩在站在星空中 露齿一笑 白灿灿的牙齿 炯炯有神的双目 高大的身体 让他有股锐气和杀气 身体一晃 从原地消失 向着机械族强者杀去 这一刻 他是暴力的 以神通术法加持自身 成为一个真正的神魔 拳头发光 与化光与蒸腾 冬 到阴冲起 连阴横扫这片虚空 他以血肉之躯和72号的金属躯体硬汗 惊得所有观战者都睁大眼睛 一时间 两人的身体都再次暴涨 高达800米以上了 这才稍微停止 全印轰鸣 白腿10T的虚空塌陷 在激烈的搏杀中 王轩把近900米高的机械族强者的手臂 腹部 大腿等 都记得凹陷了 出现很多拳坑 这就有些恐怖了 血肉拳头 近将等同于一宝的金属之躯 都打得塌陷下去 那些痕迹很射人 这才是两人间的对决 至宝头下的符文相互抵消 现在比拼的是他们真正的实力 王轩提升力量 自身境界顶着陷入金大环境的天花板 真正的战力可以击毙养生主 连一荡漾 以它为中心 恐怖的超凡之光暴涨 异象分成 踏踏着在宇宙虚空中摇落的的菩提叶片 月桂花等 向前走去 背后更是有神环交织 顺移 轰向对手 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强 72号内心悸动 金属面旁上的神色变了 天地为公 宇宙同化一体 它借助某种古咒炎 以精神送毒 光芒照耀此地 施展一种进法 但王轩的拳头已经到了 羽化之光划破宇宙 到处都是 它踏着蒲月片 月桂花而行 超成脱俗 近千米高的躯体 力量无匹 它一拳落下时 72号阁挡出来的手掌 哪怕是以稀有神金铸成 但是现在也炸开了 接着 王轩全印宏大 如一轮又一轮明月照耀古今 又转化为骄阳 不断绽放神盲 砸落在72号身上 庞大的机械族强者 近900米高的神金之躯在裂开 手臂和胸部等部位 更是被打爆了 第629章新片三绝片 今可见 王轩的拳头如同携带漫天心斗之力 格外耀眼 接连轰在72号身上 沉重拳印无坚不摧 这是他高端力量的爆发 虽然还没有提升到养生主级 但是打杀机卸足强者也足够了 主要是他在藏桌 万一还有大鱼呢 直接下跑就不好了 在拳光中 72号身体多处部分塌陷 而后裂开 有些地方更是前后透光了 秩序符文如繁星闪耀 王轩进千米高的身躯 踏着飘落下来的金银的月桂花儿形 将72号仅存的那条手臂也打爆了 冬的一声 这是规则之音 神圣光芒自王轩被光的光环中倾泻出来 全部轰在72号的金属躯体上 下一刻 机械族强者解体 接近900米高的金属躯体四分五裂 不断的炸开 化成碎块 一团火种摇曳 一闪而美 嗯 王轩敏锐的觉察到 这片小天地有些不同了 他警醒 72号最后时刻完成了古咒 濒临死尽 机械族强者的精神力都在轰鸣 施展出一种不知道有什么作用的秘术 甚是古怪 下时间王轩感应到72号的气息 即将再现 那种束法果然极其不简单 这片天地有光波起伏 像是月夜下平静的海面倒映星月 和天穷上的星斗交相辉映 分布清天上和海面 此刻 王轩和虚空凝结为一体 周身都在流动超过地心一大节的符纹 如一片星空 而对面72号果然在火种的帮助下 再现出来 凝聚金属碎块 刹那重组在一起 他的躯体 本就如同机械小熊那般 混有活性金属 即便是融化掉和碎掉 也都能迅速再生 72号身体中流动出和王轩相近的符纹 倒横比刚才提升了一节 现在 他像是王轩的倒映 彼此境界相仿 这让王轩瞳孔收缩 对方此前喊天地为公 宇宙童话为一体 是想在这片天地中 搭进两者的道横 光波荡漾 在宇宙虚空中蔓延 两人立身在奇异的符纹天地中 72号略微沉默 对方确实太惊人了 在不可能修行的年代 走到了这个高度 战力或许接近养生主了吧 不过 他倒也无据 哪怕对方真的有养生主及实力 他也不在乎 因为他成功施展了 机械族的三绝篇之一 他沉默是因为 对方才多大年纪 却走到这个高度 过于惊人 三绝篇一旦修成 第一篇可临时化来对手的 一种杀手剪辑的秘术 只要对方施展 就能立即摩克 拉到统一水准 第二篇若是有成 则是临时摩克来比自己 修为高的人的倒横 成为同级术的人 可以借此展开公平对决 第三篇更为奇鬼 遇上不可敌的对手时 能暂时复制对方 自身拥有对方的一切手段 但这篇总共也没有几位 机械族强者练成 当然 动用三绝篇的前提是 自身的底蕴和能力等 不能和对手差距过大 不然的话 唯有谁能付得起那种代价 可能刚开始 自身就先崩散了 72号并不担心自己会崩散 因为 他的底蕴足够强 若非大宇宙纠错 他在神话时代层 是最顶级的强者 他练成了前两篇 第三篇只有超凡中央世界的 机械金刚等三四人练成 一个后来者 一个修行没多少年的人类 近逼得72号施展三绝篇中的禁数 让他脸面无光 王轩神色平静 在他附近 菩提树摇曳 月桂花飘香 光雨震震 在他身后 更是有羽化神竹成片 这些年他研究世家真金 石板经文 金色竹简等 半生着各种奇景共鸣 他身心空鸣 感应到了真相 对方的道行提升了 和他在同一个水准 在联想到对方的鼓咒 呵 堂堂机械族超级强者 从神话时代一路走来 活了不知道多少年 却主动和我进行所谓的公平对决 有意思啊 王轩带着略冷的笑意 精神涟漪起伏 这种淡漠的奚落 让72号有些难堪 当然 这影响不到他 也只是短暂的心有波澜 他的金属躯体发光 体内火种全面激活了 那是毅力在沸腾 你的毅力空间池很了不起 竟让你走到了这一步 让我看一看他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 72号冷静下来 心中无压力 现在只想着补金 拿下王轩 不再为刚才交战失利的事实所扰 当 在他们头顶上方 两件兵器在碰撞 那是道泽的对轰 极其恐怖 都想毁掉对手 呲呲缕缕的道文 从上方蔓延下来 连着王轩和72号 一是在庇护他们 二是在抽取超凡因子 遇到枪杀出真火 带动着无上秩序 如宇宙流火肆虐 刺穿星空 释放规则 和那口大尺天刀 每次都硬汗 从不回避 驱空虽不传反音 但是道泽震动 至宝碰撞的规则之音 却吭枪震耳 但凡超凡者 接近这片心地 都能听到 极其恐怖 大尺天刀 每次都划破黑暗的宇宙 在时空漩涡中穿行 无处不在 何遇到枪激烈厮杀 第一至宝 威名不可丢 别人都是你为乡下图宝了 不激断对手的话 不足以洗刷耻辱 王轩开口 他还真有些担心 万一遇到枪被大尺天刀斩断 哪怕他再强 远比72号厉害 估计也会在这里悲剧收场 大尺天刀 现在不演绎你无敌的神话 更待何时 以大尺天光定住他 在这偏远之地 他的确就是一个乡下图宝 没有经历过超凡中央世界的规则洗礼 不算真正的违禁物品 72号也暗中传音 让大尺天刀猛烈些 但是 再怎么隐秘传音 遇到枪也能听到 顿时更为凶悍了 杀气滔天 尤其是此时 无尽的杀气从上方倾泻下来 遇到枪想要先毁掉机械族强者 不过 有大尺天刀在此 不可能让对面的智宝这样打杀72号 赤红刀体光芒亿万缕 天刀规则无匹 震散杀气 挡住遇到枪 两者在此厮杀 空 这一刻 大尺天刀猛烈的从72号体内抽取火种碎片的毅力 通体发光 宛若沟通了超凡中央世界 一时间 它释放出极尽神圣的光 那是蕴含在它体内 它记忆中 超凡中央世界的至高规则之光 遇到枪确实受到影响 如现泥沼中 震动起来颇为吃力 这就有些恐怖了 短时间内 大尺天刀有可能要束缚住这片宇宙的第一至宝 王轩心中逆尘 超凡世界中心的规则之光 竟这么可怕吗 对遇到枪尽有这么大的影响 它暗中沟通 无妨 虽然有些不顺畅 但我觉得 正在快速适应 逐步提升 我借大尺天光魔力自身 遇到枪回应 这让七十二号吓了一大跳 它也听到了 偏远宇宙的图宝竟然这么夸张吗 不可能 死鸭子嘴硬 不管怎样说 大尺天刀暂时束缚住了胸枪 让七十二号心中有了底气 它或许可以借来部分违禁物品的伟力 可惜 它失望了 遇到枪真的无比的凶猛 剧烈震动 让大尺天刀根本分不出余力 全力催动大尺天光镇压它 遇到枪自然明白王轩的处境 他不会让那口赤银银的天刀向他斩去 他在对抗 在感受超凡中央世界的至高规则的虚实 王轩松了一口气 遇到枪今天还真是遇上了对手 需要全力以赴的对抗 还好 他能扛住 他盯上了七十二号 准备干掉这个机械人 夺了他的火种碎片 截断大尺天刀所需要的超凡因子 事实上 七十二号也盯上了他 抱着同样的目的 要剥夺他的毅力空间时 七十二号逼近 道 时间站在我这边 拖得越久 那赶胸枪越支撑不住 大尺天刀诞生于赫赫有名的大尺天宇宙 历经数季 从没有沉沦过 超凡中央世界多次偏移 大尺天刀都经受住了考验 始终被天卷 为最强违禁物品之一 你是想为我造成困扰 还是想为遇到枪制造压力 可笑 出身 跟脚 那些算得了什么 我出身在你口中的天元宇宙 修行只有十几载 而你来自超凡中央世界 一路走过生神化时代 又能怎样 还不是被我打爆了 现在 你动用了一则秘术 舔着脸要和我进行所谓的公平一战 真公平吗 来 再次打爆你 王轩不屑 毅力星空下 强势无比 第630张新篇神话及科技 再次打爆我 机械人72号黑青色的躯体闪耀符文 神霞四照 奇异宝属性展现 他并没有被激怒 很人性化 带着淡笑 如今他自身的道行和对方持平 再加上他丰富的战斗经验 从神化时代走来 他有无边术法 底气十足 他露出笑意时 借此气质顺时施展出一种神通 带着佛运 刻写着万字的花瓣围绕着他的飞舞 机械佛足捏花一笑 一花一世界 弹指尖 那花朵飞了出来 快速变得硕大无比 灿烂地展开 花朵盛放 把接近千米高的王轩包裹 要熔炼尽自成天地的一花一世界中 响炼化为尘 七十二号的道行提升了 能动用的神通自然更多了 确实比以前强了一大截 灿烂的花瓣中 机械佛光普照 对外神圣 对内恶法无边 犹如牢笼 以一方空间世界所困王轩 王轩十分从容 在他附近 成片的羽化神竹成牌成片 都通体金黄 伴着白雾 像是扎根在仙庭间 羽化神竹摇曳 沙沙作响 此巨大的花蕾世界中 汲取超凡因子 其根部在瓦解这个世界 喷得一声 道阴阵耳 那朵盛放的巨大神花 就这样被破开了 王轩踏着残花而行 接着凌空一脚向七十二号扫去 成片的羽化神竹也跟着从天而降 围龙机械族强者 竹子成为秩序的般的纹理 调动次元虚空 光刃万众 展向敌手 七十二号很镇定 在他的背后 一头巨大的孔雀飞起 绽放无量光 像是他的护法盛情 一口吞掉虚空 将各种光刃全部吃掉了 孔雀淋雨发光 神圣无比 向着王轩扑去 他一场巨大 横跟宇宙中 远超战舰的体积 王轩体外 仙剑蒸蒸而鸣 他身体发出弹金光彩 毛孔中喷勃剑气 演绎神话战场 无数的仙剑 由超物质具现化 从他的的汗毛孔飞出 呼啸着 将那超越巨剑的孔雀斩杀 磨灭干净 外界 无数人见到这一幕后都动容 那里是黑暗的宇宙虚空 居然映现出种种意象奇景 如同神话世界归来 某颗生命星球上 原道正在空中花园喝下午茶 这座酒店很有特色 整栋酒店大厦 每一层都有如同园林 生态环境极佳 浊空 猎龙者和机械族联手了 不 大概率是他们两人掌控了那个机械人 而且 浊空他们得到了火种 才能让机械族有海量的毅力可用 当年 我曾察觉到木在研究血肉和机械的融合方法 现在掌控大翅天刀出战的人该不会是他吧 原道感觉这池水很深 对木的真正身份以及去向等产生怀疑 云拓星域 63号的巨箭无声的悬浮在宇宙中 接收荒芜之地探测器传来的信号 安静的观战 如你所料 他们得到另一块起源火种碎片 而且 找到了72号 并有效控制了他 一个深褐色机械人开口 63号点头 金属面旁很平静 深渊黑金的躯体看起来深邃而又可怕 坐在那里十分稳重 猎先 诸神沉沦在人间的所有超凡者 都心朝起伏 眼前所见 如同大结界重现 神话复苏 荒芜之地 大战越发激烈了 大翅天刀照耀出永恒的神光 定住遇到枪 他数次俯冲 雪亮的刀刃劈开星空 斩在枪身上 规则神音阵耳欲聋 无边的涟漪像是海浪般真实浮现 在宇宙中起伏 照亮昏暗之地 智序泥沼中的遇到枪 自然在抗争 独特的纹理交织 化成大网 要锁住那口长刀 猛烈的反击 在他们的下方 王轩举手投足 附近到处都是仙光 拳头 脚掌 和机械族 强者不断的对抗 在72号的身上 金属躯体有些地方留下指印 不过他毕竟是一宝之体 伤体能顺复原回去 超凡物质弥漫 王轩的法体缭绕着烟霞 每一次舒展身体 他都拥有惊人的力量在爆发 硬撼72号 他手掌如刀 带着闪电 还有三位真火 在宇宙中划出可怕的轨迹 向着机械族 强者的头颅劈去 72号一闪而逝 是展出星光倒映的神通 真身化为碎掉的光 真身倒映在王轩的背后 一拳轰了过去 这不止施施拳法 还有规则 五色神光流动 化成秩序锁链 先于他的拳头到了 要捆覆对手 王轩的后背 脊椎骨宛若一条真笼 腾起刺目的神盲 龙银震荡 化作符文 构建成一口龙刀 枪的一声斩灭五色神光 与此同时 他并未回头 稍微侧身 让拳头系在虚空中 他猛然发力 擒住了机械族强者的这条手臂 王轩的双手如同规则铁茧 要将对方的手腕角断 火星四剑 在基属手臂上 绞出一道可怕的裂痕 72号另一只手向着王轩斩去 瞳孔也在释放雷霆 在其背后轰杀 身体也向前撞 王轩和毛孔发光 无量剑气喷勃 近距离轰杀 无尽的神剑巨线 密密麻麻 要穿透身后的机械体 两人纠缠 血肉之躯和机械肢体碰撞 规则闪耀 霞光和纤雾一起蒸腾 碰得一声 道音刺耳 那时竖法在湮灭 秩序在断裂 王轩竟生生撕断了72号的一条手臂 并且 挥动断臂 向着敌手抡杂过去 金属轰撞 烟霞四剑 伴着王轩元神发出的一声咆哮 他的法体凌空一脚踏在了72号的肩头 顿时踩得塌陷下去 并且 哼的一声 规则连一荡漾 王轩的右脚跟着跺了下去 踏在机械体的脸上 顿时让那脸凹陷 啊 72号怒急 面孔变形 剧痛是一方面 但最关键的是耻辱 全宇宙最强一列 人都在观战 他居然被人踩着面旁 挨了这样一脚 空 驱空暗淡 塌陷 王轩的右拳跟了下来 砸在72的头上 直接击穿 头盖被轰爆 不止如此 72号庞大的金属躯体整体裂开 爆碎了 释放出毁灭性的力量 这使他主动为之 王轩被符文包裹 冲天而上 他知道 这次虽然重创了对方一次 但原本不至于此 机械族融合了活性金属 这样爆碎开来 死不了 更主要的目的是想自爆杀敌 果然 远处 所有金属碎块都汹涌到了一处 迅速凝聚出72号的真身 完好无损的出现 这种生物很棘手 一般的手段杀不死 王轩并不急躁 依旧沉浸自信 他的精神天眼睁开 确定了火种的位置 也在凝视其原神 那是两处要害 神话属性的金属躯体 除非被打到全面湮灭 不然的话 撕碎 打爆 都没什么意义 还能重组 第二次被我打爆了 再一再二不再三 下次你要仔细点 命可能要丢掉了 王轩说到 杀72号黑青色的躯体 流动悠寒的金属光芒 一朵又一朵符文之花出现 在他的进前 一株菩提大树暴涨 数万丈高 比之他近900米高的金属躯体 更为庞大 射人 满树菩提叶片晃动 他立身在神树上 动用了某种强绝的神通 所有叶片翻动 宛若精卷在翻篇 一整株菩提树摇落下 无比神圣的光 加持在72号的身上 让他格外灿烂 宛若要超脱在世外 七年 神话最为璀璨的年代 我们这一族 推翻腐朽的旧主 在超凡大宇宙中 大肆捕猎各种神魔 而你这样的幼崽级生物 算得了什么 他经过神话巨树的加持 越发璀璨 下一刻 他化行了 成为一艘飞船 轰的一声 向着王轩打出一片害人的光 这番景象让外界恶然 原以为他经过神话菩提树加持 是要展现神魔手段 结果变形为科技武器 竟这样爆发了 王轩也惊讶 但反应迅速 神感预警 提前以右手滑开虚空 让恐怖的光束全部打进次元空间内 飞船打出的光束伴着浓郁的毅力 这是超凡规则之光 72号在激烈扫射 科技及神话 神话及科技 72号越发凶狂 机械族起源于科技 原本是人类制造 但经过起源火种照射后 彻底变异了 生命印记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和提升 那些光束打穿次元孔空间 一路横扫过来 王轩的汉毛孔 涌动出的剑气更害人了 无量仙剑巨线 直接化成剑道河流 向前扫去 接着 又像是仙剑山红绝堤 金涛拍案将菩提树和那艘飞船淹没 巨大的神术被斩断 崩碎 飞船划行 急速躲避 72号再现出来 一株浓缩的菩提树守护着他 同时 他的的头顶上方出现一个宝瓶 不断释放光束 看起来像是一个宝瓶 但其实更像是超凡炮管 化成最可怕的大喷子 无数的符纹光束打向王轩 王轩以巨献出的仙剑 化作山红 演绎出剑道的金涛骇浪 对抗炮口的符纹光束 且他的元神在发光 精神风暴出现 肆虐在宇宙虚空中 针对机械族的精神之和 接着 新贤波天剑成天的射出 要贯穿72号的精神领域 王轩的元神 是展出金色竹简上的精神秘法 化生出仙炉 神剑 心剑 天刀 每一道元神之光都是一种兵器 无孔不入 向着机械族打去 72号面色变了 急速倒退 菩提树隐去 他眉心发光 金属护盾出现 规则横梗 守护自身 但是 在王轩催动出的可怕的元神光束中 72号的头颅被打出许多坑 更是出现一些窟窿 与此同时 天空中 大翅天刀在接连砍向玉道枪成千上万刀后 剧烈轰鸣 定不住对手了 大道涟漪汹涌 一道刺目的光撕开了规则的泥沼 玉道枪挣脱了出来 凶器滔天 他化成一挂刺目的神红 风锐耀眼的枪尖不断刺在赤银银的刀体上 多次无功后 他又将自己当成了玉道棍 自己抡圆了 向着大翅天刀砸去 在这耳玉龙的倒音中 大翅天刀竟在轻颤 在这耳玉龙的倒音中